2018年9月12日,15.36分45秒来源,英年防务解读与俄罗斯、土耳其和美英法等国不同,以色列在叙利亚内战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。 事实上,在叙利亚内战爆发前,以色列空军就对叙利亚的核研究设施展开了打击。 在叙利亚内战爆发后,以色列对叙利亚境内目标的空袭,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频度上。 但在伊朗介入叙利亚内战后,以色列开始更多地干涉叙利亚内战。 以色列空军频繁袭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朗武装,尤其是指挥所和弹药库。 尽管叙利亚防空部队为伊朗武装提供了防空保护,生成屡屡击落来袭的以色列导弹。 但根据报道看,以色列几乎每次空袭都摧毁了预定目标。 在叙利亚的伊朗革命卫队都遭遇了伤亡,以色列射下了两个红线,不允许伊朗在叙利亚拥有任何形式的军事基地,不允许伊朗武装靠近以色列边境。 但目前来看,这两根红线都已经被伊朗突破。 除了空袭,根据此前的报道看,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扶持了自己的代理人武装。 最近,美国外交政策看法文章,披露以色列政府秘密支持了叙利亚南部的反对派,以恶制伊朗武装对以色列边境的威胁。 以色列主流媒体《国土报》转发了这篇文章,暗示以色列政府对报道内容的默认, 以色列向叙利亚南部地区的武装分子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和医药等。 根据旭军在南部战役中的缴获看,伊腰等大部分是以色列制造,但大量的苏式武器, 则是以色列缴获了伊朗向哈马斯和真主党输送的武器弹药,缴获后将其提供给了旭南部反对派。 以色列向这些反政府武装的成员每人每月,发放75美元的现金补贴。 但这些援助在今年8月份停止,原因很简单,旭军及其伊朗盟友已经控制了整个叙利亚南部地区, 目前只剩下苏维达省的伊斯兰国武装被围剿,而在南部战役期间, 以色列听信了俄罗斯人的话,没有干涉旭军进攻,阻施自己的代理人被消灭, 现在则意识到自己被俄罗斯人骗了,俄罗斯根本无意为了以色列,施压逼迫伊朗从叙利亚撤军, 这直接导致此前俄罗斯和以色列之间的密切关系极具降温。 以色列高层通过视察和基地等方式,密集发声,表示以色列的安全要靠自己和美国的帮助。 以色列空军近期恢复了对续境内伊朗武装的空袭,但其在叙利亚境内的代理人武装已经被消灭, 整个叙南部已经被叙利亚政府军控制,而对于关键时刻的见死不救。 反对派也表示,以色列太不可信了,我们永远不会宽恕以色列人,他们根本不关心我们的死活, 他们只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。 外媒认为,虽然以色列与阿萨德政府处于敌对关系,但阿萨德政府毕竟属于世俗政权, 如果取代阿萨德政权是一个极端政权,其对以色列的威胁会更大。 这也是以色列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伊朗武装身上,而不是叙利亚政府军身上的原因。 以色列仅仅空袭了威胁其战机在续上空飞行的叙利亚防空部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